藉由易卖摄影作品 也期望能够把爱心散布出去 摄影师乔德峰的妻子黄成林表示 虽然与先生一起摄影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但夫妻能够培养共同的兴趣 携手做爱心 这些辛苦就值得了 这一次的摄影展 结合了公益易卖 以花为主 让看到的人得到很大的安慰跟疗愈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摄影展 把爱传出去 好 其实我想说我的当太太的 都觉得老公去拍照呢 都在来很无聊 可是我觉得我很开心 是可以跟他一起 然后这样子上山下海 然后天明有亮就出去 其实在之前不是有台风吗 差一点就是为艺术戏程 我就滑进莲花池里面去 然后很狼狈地回家 可是我觉得 真的还是觉得 可以跟他一起共同做 他有兴趣的事情 我觉得很开心 这次其实很 我觉得真的是神预备的 因为他拍了两万多张照片 然后我就想 怎么样可以让更多人来看到 而且不光是看到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 把爱传播出去的 这样子一个方式 所以这次是我们很创新的一次 一个公益的义卖的一个行销方式 就是三营的方式 我们除了有一个真正的需要 受捐赠的一个单位 就是专门在收容 安置两岁以前的受虐 有十几个小朋友 帘花真的很美 她到底有多美 从古到今 有多少的画家诗人 用绘画诗词和摄影 迎送赞美她 莲花之美 只有用心细细品尝 才能够有深刻的体会 摄影创作的态度 是必须严谨 构图演采是要 亲力优雅俊逸 线条云细而挺进灵秀 巧妙的掠师丹粉 使其充满着连田演艺的情趣 表露淳朴雅杰的情操 十方新闻郭一文 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